嗨大家好,我是李水姆 在L2最近更新的游戏版本 拳头着重推出三名英雄 以及围绕三名英雄而展开故事的随从牌 在之前的视频里 我们已经了解了沙米拉以及色提的卡牌故事 今天让我们把视角聚焦在最后一名英雄 L2独占英雄杰克身上 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人又是何方神圣 一直关注L2信息的关注可能知道 在L2更新第三个大版本巨神风之幻的时候 笔岗地区的卡牌就出现了杰克的身影 当时笔岗推出的主角为塔姆 杰克作为塔姆包的支线卡牌出现 当时的杰克是一张随从牌 叫做优胜者杰克 仔细看这张杰克的卡图 高礼帽、条纹裤、皮大衣、黑靴子 以及最重要的权力法杖 以上的种种特征 让杰克看起来像是一个优雅身份的存在 他似乎掌握了不一般的权力和地位 但紧接着 我们的目光就会聚焦在那些和优雅身份 有抽离感的元素上 明明穿着皮大衣 却坦胸露露 嘴里的尖牙表露着极高的危险性 手里拿着正要进食的生肉 身边的随从非常卑微地拖着餐盘 还有许多小弟正在杰克的指示下干活 再结合杰克的卡牌描述 在擂台上闯荡多年 让杰克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他学到只要对手会流血 就会懂得害怕 他学到冷眼凝视的威力 他也学到了毫无所记的暴力 有多强大 看来杰克是一个在比岗擂台上 驰骋多年的老将了 而他的人生信条是以暴力服人 那些优雅身份的设计 只是让我们知道 杰克已经通过他的方法 获得了不小的权利和地位 请注意 这张卡的卡图有一个彩蛋 那就是墙壁上类似厄加特的存在 这卡可能和厄加特有联系 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线索 当时作为塔姆之线的 杰克带出了两张卡 章鱼全尸和硬笔记老歇 这两张卡作为擂台上的比拼选手出现 两个多足生物带着多幅手套拳击赛 细细一想还是有点滑稽有趣的 时间回到现代 官方发布了四张宣传海报 拓展杰克帮的故事 先从第一张宣传海报中的第一张卡牌 青蛙小偷说起吧 青蛙小偷偷走了小木屋里 一个长相有点右台的人的钱 这钱本是他用来买马铃薯的 当然偷窃这种事情做不了主线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卡图的后面 一个巨大的鲨鱼嘴 排着许多入场客准备入场 从之前杰克的卡牌信息 我们就可以推测 这正是杰克在笔岗开设的擂台 而第二个随从 缠除巴布斯 直接开展了杰克包的主线 可以看到 在杰克出海航行的时候 杰克的手下偶然间 截获了一名长相就很爱欧尼亚的人 他们从爱欧尼亚人的包里 掏出了来自瑟蒂决斗场的邀请函 看到邀请函的巴布斯开始拉杰克的衣角 并表示这次活动 杰克一定很感兴趣 请注意这个 有一只眼睛瞎掉的老蝉雏 之前推出的卡片里 有它的老化版本 也就是说 年轻时的巴布斯是跟着杰克混的 老了之后的巴布斯就不清楚了 而变老的巴布斯 似乎在进行什么恐怖的实验 到此 杰克包的主线正式开启 第三张卡是一张装备卡 海洋生物藤壶和战斗道具植壶 这两种概念的相互融合非常符合杰克包 鼻杠擂台主的设定 拿到邀请函的杰克准备前往埃尔尼亚参加色体的决斗场 他的身边带领了许多随从 而这些随从就是第二张海报中的三张卡 第一张 鲨鱼 纳可 他乱入色体紫皮女和蓝皮女的战斗 只要用他的大铲刀给紫皮女的脚伤一个重击 第二张 杀人马扣 这正是纳可图中和紫皮女对战的人 因为他们是一伙的 所以通过这两个卡图可以明显了解到 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群殴 杰克的三随从非法闯入决斗场 然后对紫皮女进行殴打 这是一种十足的反派作风 而从这两个随从的背景上 我们也可以发现第三个随从 第一开始是在殴打绿衣服的人的 仔细对证可以发现 这个绿衣服的人很有可能是杰克抓获的那个埃尔尼亚人 这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猜测 即杰克等人强制证明埃尔尼亚人前去和紫皮女对战 而对战到一半的时候 纳可和马扣强制进入解决紫皮女 而博尔则在解决完绿衣男之后 给予紫皮女最后一击 请注意博尔的手上装有藤壶直虎 这说明之前的装备牌为博尔所属 值得一提的是 博尔还是杰克的导师 是他教导杰克各种战斗技巧的 博尔的出场让沙米拉包的刀刃女直线连接成功 原来刀刃女对战的是博尔 而场地是在埃尔尼亚的休戚处 对战逻辑大概是这样的 丹迪被紫皮女打得很惨 我们想替丹迪报仇 结果你们抢占了先机 害得我们没人教训 没人教训就教训你 然后打斗就发生在博尔结束战斗 正准备休息的时候了 好 那么以上就是前两张海报所讲述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看杰克包的第三张海报 这个章鱼是不是很熟悉 没错 这是塔姆包杰克的支线角色之一 看卡托很有意思 这章鱼已经断了三条腿了 变成了给杰克加油打气的存在 他用触须搂住杰克的肩膀 然后给杰克擦汗 至于这名章鱼到底经历了什么 断掉了三条腿 这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瞬间 用一张补强卡来解释清楚吧 第二张卡的样子 大家是不是很清楚 没错 就是我们开头介绍的被偷钱的人物 他名叫天使 卡图中略显狼狈 好像是在杰克的擂态中占劣士 至于他的对手是谁 我们并不清楚 不过占劣士的原因 倒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猜测 可能是因为他被青蛙小偷偷了钱 买不起马铃薯之后 饿肚子上场 才打不过的 第三张卡 这是杰克的船啦 属于补充说明卡 既然前往了埃奥尼亚 那当然要有交通工具 擂台老大有自己的船 这才能彰显财力和权力嘛 最后一张海报 轮到杰克出场了 杰克对战的人是瑟提 这我们通过瑟提的升级卡图 就可以看出来 杰克的第一张卡图里面 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 那就是观众里面 一丝藏有年轻的霞洛 不知道是不是拳头的小心思 也许霞洛看过杰克和瑟提的擂台赛 第二张卡 升级后的杰克 似乎被瑟提打得比较狼狈 然后有些狂暴了 请注意 这时候的瑟提并没有变身 也就是说 杰克和瑟提的比赛过程大概是 杰克和瑟提对决 杰克抱走之后 瑟提变身 按照谁最后出招谁赢的逻辑 这场比赛 瑟提获胜的概率比较大 最后三张衍生卡信息不大 没什么好说的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杰克抱的所有内容 叙事依旧是一主线 两支线 主线为杰克对阵色提 支线一为三兄弟 群殴紫皮女 支线二为天使的擂台赛 让我们期待后续的更新吧 这里水母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